今年前七个月 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了40% 其中中国自美进口同比增长50.4% 对美出口增长了36.9% 这充分表明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扑心 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中方始终认为美方加征关税不利于中国 不利于美国 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